大家好 我是五仔 這一節講講老人家的新聞 剛巧三個娛樂集感都是講老人家 老人家娛樂集感 請大家給我like支持一下 嘩 三宗消息 第一宗消息 七十六歲的迪龍與老婆陶敏明發生車禍 兒子親回意外的情況 迪龍撞了車 這麼嚴重嗎 跟巴士撞了 駕駛駛駛 這個真的要看看 另外黃秋生再撐張遠亭 他說得很好 他經常說到點點 我說不到 秋生哥是比較聰明 他說不要欺負小孩 但可以欺負老人家 再撐張遠亭 這個點點未夠盡 他裡面的點點才盡 待會跟你說 另外更好笑 又是老人家的新聞 那個PA 十大中文金曲頒獎 就說了做十大廢老 為什麼會這樣寫出來 又被人截圖了 好笑 真話不要拿出來說 十大廢老中文金曲 真的出了街 是廢老中文金曲 是廢老中文金曲 因為封殺一些年輕歌手 你知道林家謙在商台獲得很多獎 但是完全是無法入圍 他是十大廢老中文金曲 他轉發一個這樣的貼 網民看到貼真是 此貼必火 你說了我心裡那句 真的拿出來說 好 給我讚好嗎 我們開始說了 先說迪龍先生的交通意外 76歲 金馬影帝迪龍 近年 除了最後一次見他 就是 他的兒子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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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譚進然 然後就拿了士帝 之後就出來 也兩年沒見過 有人爆料 原來今天 2月10日 我會講影片的時候 明天就會聽到 看到迪龍開車發生車禍 兒子證實了解他的消息 他說兩個老人家 不用去醫院 但是真的解僱了 事發什麼事呢 早上目擊迪龍開車 載著太太陶敏明 在旺角亞加路街 一個馬路的交界設線的時候被SUNBA 793撞到 當時迪龍穿著一件橫色背心深色冷衣 老婆下車跟警察交代意外的情況 Benz左邊倒後鏡左邊車門輕微刮花 迪龍和他老婆沒事 事替譚俊賢代兩腦報平安 其實都是小事,那條路是這樣的 我老婆說他有打燈轉,不過警察說 打了燈,人家也未必會讓你,那就撞吧 我這樣的,就撞了車 問他會不會抽空去探望你老婆 譚俊賢說,現場和我家人很近 意外之後已經跟他們溝通過了 兩腦都沒有受傷,又不用去醫院 媽媽還懂得說笑,說沒有嚇到 最重要是人沒事 其他事情,有駕車都知道 照程序處理都可以 多謝大家關心,就結束了 連譚俊賢也很久沒有拍過 拿了個時帝就當自己成功了 拿了個薯榮之後就算了 譚俊賢近朝,那個額頭越來越像他老爸 真可憐,很年輕,40歲左右 那個額頭,頭髮都開始... 不知道是男性賀爾蒙厲害的 不過不要緊 不要緊,像抽冠一樣的 大假髮,70歲還是英俊賢 譚俊賢,我覺得他做食物比演戲好 你問我就是這樣 演戲很少看,有看過 看不到下去 我評價就是這樣 另外講一下黃秋生 其實他發文就再支持張遠亭 這個項目真漂亮得不得了 那些人說不要欺負小孩 你可以欺負老人家 又說張遠亭 因為他們很多項目,他們的業界 他們認為人家做導演不是 代錢落袋的人 搞到事情滿城風雨 黃秋生在社交平台支持他 他說導演和演員都是打工的 不像外行人一樣說的 說得一件事 罵戰罵戰之前說過很多項目 有一個新項目 很棒的 這個項目 經過兩天看到的回覆和討論 秋生哥說的 我發現 原來很多人以為拍紀錄片 就像用手機偷拍那麼簡單 他說還有不要欺凌小孩 但就可以欺凌老人家 他的項目來了 因為你認為這個老人家是壞人 所以欺凌他的人就是好人 對不對 他說另外 秋生說 我很想知道怎樣可以不公影又籌款 但是 怎樣 可以的 放在Patreon 做到的 那 就是公影 你給錢可以看 就是不行 籌不到款 整件事胎死腹中 浪費了一些心機 這個 張婉庭的人是天真 張婉庭說他 那 有人說 是不是猛撐 這樣 其實呢 我經常覺得 就是 無論你看MIRROR的粉絲也是這樣 或者你看這些人 說這些 噩言噩語 在網上 這件事其實很多人都不知道 頭不知道路 就先說 人血饅頭 拿出來說 什麼都拿出來說 先說 別人說一下 撿他的口水 這個項目說得太好了 你認為他是一個壞人 你認為而已 你就可以欺凌他 你就是一個好人 秋生哥擺出了一個理睬的金句 當你刑事深淵 深淵也刑事著你 這個其實在社會運動的時候 和你非的人 鋪了出來很多次 你要跟怪物對戰 你自己都會變成怪物 類似這樣的事情 是不是 真的 很多人真的以為 你這個壞人 我們真的一直罵他 其實你也是個混蛋 你以為自己站在道德高地 就可以遮掩你混蛋的本質嗎 就是秋生哥說得很和平 他說得很和平 就是不帶有仇恨 你問我個人沒有你心底那麼好 我一向都不太看得起網絡垃圾 說真的 他們說什麼 好像人家是高零產婦 然後又說別人 你新的同事中合症 完全沒有得罪你 都可以這樣刺別人 我們張遠亭這件事 你幫那個小妹 你沒有和 你們是議員對立的 這個思想 總之我幫那個小妹 我就可以欺負老人家 然後我就是好人 抱歉 秋生哥看的東西都頗寬 可以在後一步 宏觀整件事 這個項目我早就知道 但我又沒有你說得那麼好 多重項目 真的要拍爛手掌 我不知道你們怎麼看 這句話我很認同 我不是拜 我不是拜個導演 也不是拜個女生 我一向都看不起這些網絡垃圾 你們明白我說什麼 其實很多人聽話就聽話 上網放下一句留言 連我也罵了 有什麼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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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以東星所說 你覺得很大件事嗎 我又是說世界新聞 土耳其不大件事嗎 我就是看到那些人性的光輝 抱著小朋友十七個小時 爸爸又死了 這些 有什麼人性 有什麼人性 要保護小朋友 我覺得 大家的焦點放在小孩子 又說這樣又說這樣 要關注他們的情緒 但有一句話 其實你覺不覺得 很多青春期的小朋友 其實都不是很開心 尤其是香港人 對不對 那件事是不是真的大得不重要 不喜歡 又說可以不拍又說 又說不認同 隨便 總之我講一個點 不管你認不認同這套電影也好 你們其實真的沒有資格去欺凌任何一個人 包括你不喜歡那個人 你可以看這件事 然後說有什麼做得不對 有什麼不好 但是你總是要糾結別人的罪名 基本上你都是怪物 你認為那個是怪物 但那個未必是怪物 你就肯定是怪物 好 接著說別的 有些人說不用這麼火 不是的 沒有情緒 給你們聽一下 好 好 這個很好笑 怎麼出帖 這個小編 吃了誠實豆沙包 港台轉發 港台自己轉發 十大廢老中文金曲 連加拿大致起中文金曲排行榜 都沒有這麼廢 為什麼要貼這些東西 十大廢老中文金曲 引起網民熱議 簡直是嘩然 他說 他說 譚詠麟和魏晉生欠同一個獎 這些很噁心 你說這些真的很噁心 他噁心到怎樣 林家謙這麼有才華 自編 不是自編 也是自編 編曲 自己做音樂 自己唱歌 這麼有才華 你不用說什麼制度 你懂不懂音樂 那些歌全部是自己寫的 他唱的風格不是抄人 很有自己的感覺 好聽的 有才華的年輕人 你為樂壇好 你都應該給他一些機會 就是給他一些肯定 別人商台捧那個 直接入圍資格都沒有 我放一些譚詠麟 劉德華 劉德華我告訴你 我劉德華不是的 我很喜歡劉德華 但也不是這樣 你問劉德華 他怎麼看這件事 我真的覺得 他自己也不拿獎 你勉強扯別人 其實這些 為什麼會這樣 勉強扯譚詠麟 劉德華 人家來不來都不知道 我扳給你 來不來一件事 總之先有話題 那倒是 你不做這個話題 可能講到沒有人講 但問題就是 你這些 我們以前見過 除了你們所謂這些 有人認識的頒獎典禮 我們去過一些沒有人認識的頒獎典禮 我們去過一些沒有人認識的頒獎典禮 是不是這樣 有人聽到 知道我說什麼 那時候擺些什麼 呂山也說得獎 太極也說得獎 就是這些 有些歌手也給面子 因為你始終都是行內 他們做這件事就做這件事 以前香港電台頒給譚明倫 頒給劉德華 有資格頒 其實你說 我剛才說的 沒有人認識的頒獎典禮 他都可以頒獎給劉德華 人家來不來一件事 不來拍片也好 真的只是拍片而已 然後銷售 這班年輕人拿過獎 然後你看看我們那個頒獎典禮 不要說到劉德華這麼大 連這隊都很厲害 太極樂隊 都是有份拿獎 有份撐牆 各樣 就是這樣做 所以為什麼說 不進這個行業 不進去唱歌 人家說 母仔你不唱歌就浪費了 有什麼好玩 又要給面子派對 又要走去行台各樣 你現在電台又不是這麼多人聽 你說以前就說 很想人家聽到我的作品 你現在想人家聽到你的歌 你放在YouTube MIRROR那班人 都是在YouTube上紅 你可以禁止他們 不播他們的歌 電台一樣那麼紅 不過有MIRROR的時候 然後有一堆人在人家的門口等 你的台會很威風 你很久沒見過 這些情況 是不是 好了 一個2月9日 竟然出自在港台官方IG動態裡面 轉發一則十大廢老中文金曲 你誠實豆沙爆 自己 國台的小編說自己是十大廢老中文金曲 你們平時都是這樣說的 打出來你是搏公關災難搏炒還是怎樣 有網民棄稱十大廢老中文金曲 連加拿大致Hit中文歌曲排行榜都沒有那麼廢 此貼警惡港台官方IG轉載至限時動態 引起挖炎 就說有人這樣說 然後他轉載 為什麼小編現在和港台對著幹 你收那裡的錢 然後竟然又吃碗仔反碗面 你真是有趣 這樣也有 網上的人怎麼說 你當然是廢人 林家謙又沒得找 封殺歌手全部也沒有份 有自己播歌和選舉的標準 就沒有存在封殺 唉,可以了 可以了 可以了 沒有 隨便吧 你喜歡怎樣玩就怎樣玩 現在 沒什麼所謂 你說 拿完獎後很紅嗎 拿完這些獎後 也不會特別紅 當然有些人有用的 譬如你說 要拿回大陸 我拿獎 在香港最上級的獎 不是怎樣拿獎 你去到哪裡都是這樣 你去到哪裡都是這樣做 其實是商業的事 從來都是 你說不是一個肯定 那你怎麼可以不讓獎林家謙 是啊 入圍的資格都沒有 你真是 十大廢老中文金曲 這樣說 有些人這樣認為 連你自己的台也轉載這個貼文 有人說 回應林家謙為何出局 他說因為林家謙的歌曲 未上過三格 所以未能夠成為候選名單 我這樣嗎 你播得少便沒有 跟你不熟便沒有 所以這些原因 都不是原因 唉 總之其實 你們這些人 就當神 有人在那裡 誰跟你好朋友便有 你那些所謂的 怎樣上榜 又是一些DJ 肯不肯播 這些都是個人的選擇 對不對 就是個人選擇 唉 又說沒有人為 沒有做馬 我不知道 所以這些樂壇 有些人說 吳仔不唱歌 真是浪費 我唱歌更浪費 真的更浪費 唱功是一般的 他那首歌 但是作曲的 作出來的曲 尤其是那首歌 如果被Eason唱 也是唱得紅 不好意思 剛剛立掌眼多欣賞 我有給like 那些又是不拿去派台 搞藝術就搞藝術 這個樂壇是藝術 藝術的包裝 都是想賺錢的 但是 你繼續小圈子 不繼續 利益 又是現在這樣 你說 唉 真是 不知道你怎樣搞 其實這些事情 都是有私心的 始終 如果不是說真的 唉 我們以前要搞 我們都會搞 不過沒有 沒有拿錢出來搞 為什麼 我想說什麼 講白一點點 因為你要去派台 你是需要找個人幫你行台 而那個人是收緊你的錢 因為他跟DJ熟 他就派給一些DJ 哎呀 給CD給你 幫他播一下 喊契弟的喊 又要拿錢出來 喊完又怎樣 又沒有錢 沒有錢 可能有些人說 給你一張 跟我們那裡 要做多少個小時義工 這些事情都不是秘密 沒有錢的意思 其實又沒有錢 不過有些人會覺得 拿了獎之後 你有見報 有拍廣告就賺錢 各樣 國安天命 總之你有沒有 總之全世界說你有獎 你就會紅 這樣 但對我來說 即是本身 有些人說 你不去做這個 不去做那個 你想想 在Youtuber的位置 其實 同一個台 即是無論你是TVB ATV ViuTV 或者是港台 其實性質是一樣的 我們超越了那個 去讓人 令到你 有沒有運行的層級 已經是 我要有東西翻 我就多看兩篇新聞 我就自己拍片 我就自己出歌 我用不著去求其他 所以我這陣子 我經常在想 退休 我是不是要走回電影圈 其實走回電影圈 我很容易的 走回那些圈 我沒有薪金也可以 你不用付錢給我的 如果你電影沒有錢 你跟我說可以 或者我都可以幫到手 但我想一想 我為什麼要走回去 我走回去做什麼 我要得到結果 我就得到了 那我自己拍網片就可以了 我想到最後就是這樣 是不是 不是你不侵我玩 我不插進來跟你玩 即是這樣的意思 是的 可能大家不明白 不過明白那些就明白了 講到這裡 是這樣的 拜拜